这次那是真的跟他们说拜拜了 真的要拜拜了 一会再过来拍个续集 昨天有个镜头忘补了 过来补镜头 好吧,带上我的小摩托出发了 从家营地走出来突然觉得好难受啊 从一个人变到多个人 他是愉快的 但是从多个人变到一个人 他是失落的 我以为我早就习惯了这样的生活 好吧 所以下次偶遇的时候不要一起走太久了 最多同行一天两天 分开的时候才不会觉得难过 不然一个人的时候会觉得有点落寞 现在呢去找阿玲 叫个别 然后就继续前行的 我是最胖的 也是最胖的 好 好了,巧克力现在见到我的小伙伴了 哈喽,大家好 楼兰阿玲 我觉得特别开心 特别开心她来看我了 看看我们这边 这边正在装货 这个小伙伴呢 是我们前年徒步的时候 一起有走过 318 318 后来她是在 那什么 雅鲁丈布江 在林芝的雅鲁丈布江大峡谷 在大峡谷她是开了一个 自己开了一个餐厅 雪山观景餐厅 非常棒 但是却因为这个餐厅呢 欠了一屁股的债 就是她一个女人 然后独自完成了一家餐厅 自己经营自己打理 从所有的 反正从头到尾都是自己一个人干 我觉得她特别特别强大 真的特别厉害 我以前觉得我要是欠了十万块钱 我就去跳楼了 我要选一个风水好的地方去跳楼 但是我现在欠了几百万 三百万 然后我房子换成小户型了 所以我现在就只欠三百万 只欠三百万 我就觉得我压力非常小了 我现在就觉得我内心非常的强大 合成了我们想象中的样子 至少有资产在那里是吧 不过也 今年疫情原因 如果不是疫情原因的话 估计她的餐厅声音是特别好的 如果不是疫情原因的话 我现在就在雅鲁丈布江大峡谷里面 然后巧克力过来了 然后我就 我又带她去泡一个海拔三千米的野生温泉 我之前跟她一起 就是有去过她餐厅 可以对看那个什么山 南加巴瓦 中国最美的雪山南加巴瓦 对看南加巴瓦山 非常美的 然后她现在是因为欠了很多债 所以我也介绍她做自媒体 她现在也是有发视频的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楼拉阿玲 然后最近她是在忙着发货 发什么货呢 来给大家看一下 看一下我们 现在阿玲是在跟姐姐一起 卖这边的红枸杞 卖这边的红枸杞 看一下 很漂亮的红枸杞 对 真的是超漂亮的 可以随便吃 农场检测都是合格的 随便吃 可以就这样吃的 对 像我们平时都这样吃的 来到我们这里随便吃 可以就这样直接吃的 就像葡萄干一样 不错呀 这个好像有美容野炎功能是吧 对 然后这个呢是包装好的 是散发的给人家发货的 这后面我身后这一仓库 全部都是需要给人家发的 现在他们是刚好要拉货 然后去邮政发 一个小妇婆 然后把自己 一个落魄小妇婆 把自己硬生生的逼得现在 哎呀 等我再还完了以后 我今天想一下 等我再还完了以后 等你再还完了过后 你就是个大妇婆了 就不是小妇婆了 是吧 是 然后 哇 给大家看看我们的黑枸杞 这是真正大颗的黑枸杞 哇 嗯 这个货是真的真的好货 因为我去年前年有卖过两年 就是西藏这边的特产 这个黑枸杞是真不错的 而且我们会做到 让客户觉得性价比最高 特别好 那你现在是做些什么呢 就只是在这边卖货 现在暂时就是卖货 就只要做现象嘛 但是最近好多小伙伴 他都在问我 问我可不可以已经发 那我们现在就想办法看能不能给一些 那天的小伙伴也发一下 做散装的 做现象 嗯 主要是做现象 然后现在看 有些小伙伴 他在钥匙 哎 这个 钥匙吧 这应该是磷麦吧 磷麦是格尔木的特产 然后 这是 属于那种航空食品 你知道吗 就是航天员 航天员他们就唯一 他们只能吃这个磷麦的主食 世界唯一公认的全營養食品 嗯 啊 磷麦 素食当中含有蛋白质 它的蛋白质和牛肉差不多 看呢 这是红粥鸡 素食当中含有蛋白质 嗯 素食中含有蛋白质 最高的 为什么要选择它 作为太空中的食品 就是它一消化 一吸收 营养全面 那你现在做的还挺广的呀 这是自己种的 这都是自产自销的 自己种的呀 自己都农场 各几个里面都是我们自己种的 其他里面 就是你说让我过去我的农场 对啊 我姐 我姐的那边农场一千多亩了 在沙漠里面 沙漠里面 嗯 看这个是小包装的 你应该露果果 露果 它就在109锅道上 那走过了呀 嗯 这是茶叶的 这是那个枸杞茶叶 然后一罐一罐的 可以多拿一点 又给巧克力带上 嗯 多拿一点 再拿个蜂蜜嘛 拿到那个枸杞蜂蜜的话 早上醒来空腹喝一个蜂蜜 蜂蜜在那边 那边空腹 那边空腹 哦 这茶叶 这个是最早的时候 那个枸杞的嫩叶是吧 对 小鸭鸭 枸杞的嫩叶 我们自己炒茶叶 你看枸杞茶叶 我们做的都是跟枸杞相关的 这个也是自己炒的 这个家里面 嗯 赶快把再缓一缓 缓一缓 我也像巧克力一样 买个萌制 哈哈哈哈 去全世界逛去 骑到飞肉 还是你的床车比较好 不用那个摩托车 摩托车的话 它毕竟还是有危险系数的 那个叫啥 就像那个枸杞蜂蜜 你就应该每天喝 因为你每天都睡着 就搭着帐篷嘛 比较潮湿是吧 对 就是它那个地气 它会潮湿 它会进入那种潮湿 它会进入到身体 不管有再好的防潮站 防潮电路 什么 哎呀 总会有一些潮湿的东西进入身体 然后这个枸杞蜂蜜的话 它会 它就像一个什么东西 从内而外 让你温补 让你发热 知道吗 就保护你的身体 明天有那个 有很多小学生 我一个朋友 有钱人家的孩子到外面来参观 就是带着就是内地那些 特别有钱家的孩子 全国各个地方的孩子 过来做自然教育 然后那些小孩弄去 就来讲见识来了 我本来是想说走了 然后但是听阿灵他们说 姐姐农场特别特别好玩 我这个出来我的出来的目的是什么呢 不就是我吗 那既然有好我的肯定也不能错过呀 那走吧 跟姐姐他们去农场看看去 去玩两天 然后再出发吧